明述记 第三章 耶和华在西奈山上与摩西说话的日子 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 亚伦的儿子的名字如下 长子是拿达还有雅比户 以利亚萨 以他玛 这就是亚伦的儿子的名字 他们是受告的祭司 是摩西叫他们承受圣职 担任祭司的职份的 拿达和雅比户在西奈旷野 把反火陷在耶和华面前的时候 死在耶和华面前 他们没有儿子 以利亚萨和以他玛 就在他们的父亲亚伦面前 担任祭司的职份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叫利未之派进前来 使他们站在亚伦祭司面前 可以服侍他 他们要替亚伦和全体会众 在会幕前尽上本分 办理账目的事 他们又要看守管理会幕里的一切器具 也要替以色列人尽上本分 办理账目的事 你要把利未人派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 完全给他的 你要委派亚伦和他的儿子 使他们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份 外人走近必被致死 耶和华告诉摩西 看哪 我从以色列人中 拣选了利未人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就是他们的长子 所以利未人要归我 因为所有投生的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所有投生的那天 就把以色列中所有投生的 无论人畜都分别为圣归我 他们要归我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在西奈旷野对摩西说 你要照着利未人的富家 宗族数点他们 所有男丁 一个月以上的 你都要数点 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命令 就是耶和华吩咐他的 数点了利未人 利未众子的名字是 格顺 歌侠 米拉利 格顺儿子的名字 按着宗族是利尼和世美 歌侠的儿子按着宗族 是暗兰 以斯哈 西伯伦 乌靴 米拉利的儿子 按着宗族是 摩利 母士 这些人按着他们的富家 都是利未人的宗族 数格顺的 有利尼家族和世美家族 这是格顺人的家族 根据所有男丁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 被数点的 共有七千五百人 格顺人的家族 要在帐幕的后面 就是西方安营 格顺人家族的领袖是 拉伊勒的儿子 以利亚萨 格顺的子孙 在会幕中的职份 是看守帐幕 罩棚 罩棚的顶盖 和会幕门口的帘子 还有院子的帐幕 院子门口的帘子 院子是环绕帐幕和祭坛的 以及院子使用的一切绳子 属格侠的 有安兰家族 以斯哈家族 西伯伦家族和乌靴家族 这是格侠人的家族 根据所有男丁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的 共有八千六百人 他们要尽看守圣所的职份 格侠子孙的家族 要在帐幕的南方安营 格侠家族的领袖 是乌靴的儿子以利撒反 他们的职份是管理约柜 桌子 灯台 两座坛 以及他们在圣所内使用的器具 帘子和帐幕里使用的一切东西 亚伦祭司的儿子以利亚萨 要做立位人众领袖中的领袖 要监察那些 尽看守圣所职份的人 属米拉利的有莫利家族和姆士家族 这些是米拉利的家族 根据所有男丁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被数点的 共有六千二百人 米拉利二家族的领袖 是雅比亥的儿子苏烈 他们要在帐幕的北方安营 米拉利子孙的职份 是看守帐幕的木板、门栓、柱子、插座 一切器具 以及负责一切有关的事物 还有看守院子四周的柱子、插座、角子和绳子 在帐幕前面东边 就是在会幕向日出的方向安营的 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 他们代替以色列人应尽的职责 看守圣所 外人进前来必被致死 摩西和亚伦照着耶和华的命令 数点了所有的立位人 按着家族 凡是男丁 一个月以上被数点的 共有二万二千人 耶和华对摩西说 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男子 一个月以上的 你都要数点 登记他们的姓名 我是耶和华 你要把立位人归我 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也要把立位人的牲畜归我 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牲畜 摩西就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 把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都数点了 根据人民的数目 一个月以上 凡是投生的男子 被数点的 共有二万二千二百七十三个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拣选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也要拣选立位人的牲畜 代替以色列人的牲畜 立位人要归我 我是耶和华 至于那超过立位人总数的二百七十三个 需要赎回的以色列人的长子 你要每人收取赎银五十七克 要按照人数 根据圣所的秤收取 就是按照圣所的标准重量 你要把那超额人数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于是摩西就从那些被立位人赎回以外的人收取赎银 从投生的以色列人收取的银子 根据圣所的秤 共有六百八十二公斤 摩西照着耶和华的吩咐 把这赎银交给了亚伦和他的儿子 正如耶和华吩咐摩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银行